今年正好是大型运输机 运二零飞机首飞的第十年 这么十年来 运二零飞机 从科研四飞到福役 闯到了很多记录 经历了一系列严苦的考核 多次执行特别任务 从抗疫救灾 到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它的航迹遍布我国大江南北 远铺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 受到国际的瞩目 提升了国人士气 彰显了中国的力量 去年C919大型科技 圆满地完成了所有的四飞任务 通过了四航神经 获得了中国民航 所颁发的四航神经 这个型号合格症 那么这一型飞机啊 那么去年正式进入航线 开启了他们的航线验证飞行 在中国的蓝检上 结束了只有国外干线科技的历史 这呢凝结着国家的意志 人民的期望 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上 大家还看到 比翼齐飞的还有 大型水陆两栖 应急救援飞机 AG600 和云尔林的加油机 大飞机的家族啊 在不断地壮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